各個活力十足,穿著招牌紅色外套 來到世新大學進行合作交流與參訪的 莊敬高職 是北北基第一大校 學生不僅熱情四射、顏值高 還有著超優質表現 不論是師大運、總統府等各大場合 通通都有莊敬學生的身影 莊敬學生曾拿下電競世界冠軍 華式撞球冠軍 以及蟬聯多年的 全民國防創意愛國歌曲競賽 全國高中職儀隊競賽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等 都有優異表現 擁有多元面向的六類十二科專業 莊敬學生在齊全的軟硬體設施環境下學習 也以好成績為校尊光 我們莊敬高職呢 現在全台灣北北基宜花 最大的私立高中高職 也最大的高中學校 我們的目的是希望把我們十二科系的學生 都能夠培養到他們喜歡的興趣 到他們喜歡的學府去 資深記者出身 愛護學生的董事長王傳亮 已在學界深耕超過二十年 親自帶領學生來到世新 對全媒體大樓的高階設備 非常驚艷 專業系所也能提供學生發揮所長 我們有很多科系 包括表演藝術科 電影電視科 多媒體動畫科等等 都對跟世新的科系都對接得上 我們表演藝術科的同學們都會想來參觀 來了解一下 希望將來有機會能夠考上世新 作為世新的一份子 世新大學是為傳播貫穿各學門的辦學特色 升職人心 今年也持續增設跨領域的六大研究中心 和建造中運用汐泥石井技術的智能攝影棚大樓 許多莊敬學生 對能將理論與實作結合的課程與設備 興趣滿滿 世新大學董事長周成虎 也特地出席 對莊敬學生讚譽有加 跟同學 真的是很歡迎你們來世新 那我們世新是一個滿活潑的學校 今天看到這麼多年輕人 因為我平常是教研究所的 所以我覺得看到這麼多年輕的年輕人 而且都穿著制服跟我拼著 而且又那麼有禮貌 我覺得我真的很覺得說 滿滿有感觸的 世新與莊敬因為辦學理念相近 且不斷跟著趨勢改造的學制與校園 在新年度決定簽約合作 成為竹夢夥伴學校 世新在中科大學裡面 各校的排名很強勇 成績不一定 確實如此 可是為了要歡迎更多人 歡迎更多跟我們志趣相投的 能夠接受 或者跟我們懷有同樣的 傳播貫穿各學能力 AI數據結合各應用 這樣同樣夢想的年輕人加入我們 我們就創造了很多的機會 讓我們的夢境 讓我們的夢想 都能夠源源不斷 生生不息的往前進去 讓這個社會充滿更多的動物 不少莊敬學生熱情表示 期待在世新一展長才 在今年新北電競城 英雄聯盟電競賽 以流利的中英雙語轉播的孤星紅 就準備好朝目標邁進 我覺得世新大學 就是整個環境很增進 然後設備也很好 然後我覺得如果我未來有機會的話 可以進入世新大學就讀 就是優先選擇這裡 然後我覺得以我未來的工作方向 然後去看的話我覺得 我會比較想要就讀 世新大學英語系或是傳播系 然後因為這兩個對我的未來 就是幫助比較大 為學生付出大量心力與投資 世新與莊敬都期盼 在校園中讓想像超前 助力學生實現美好夢想 作詞曲 李宗盛